再来看台北捷运文湖县 今天又发生了故障 而且时间正好在上班的尖峰时刻 因为灵光站的轨道 侦测到电力异常 导致南京东路到动物园站 全部都无法行驶 那么当时还有7辆列车 正停在轨道上 200多位旅客一度受困 后来只好用手动的方式 把列车开回车站 虽然在半个小时之后 已经恢复全线通车 不过先前的故障 导致了班距大乱 各个月台都挤满了等车的人潮 上午7点56分 捷运文湖县又故障 赶上班的民众急坏了 从南京动物站到动物园站 都无法行驶 能行驶的区段班距也全部被打乱 通勤尖峰时间 捷运站月台挤满了人 好不容易等到列车来 还是无法消化排队人潮 捷运公司启动接驳公车输运 但有民众等不及 抢搭计程车 捷运站领站外一片混乱 应该是蛮习惯 但是还是要打 没办法 对啊 有没有给他一些期许 就是希望他不要一直故障 经过调查 这次故障出现在灵光站 回到侦测道电力异常 但原因还要调查 南京东路站到动物园站 那有发生电力跳脱的情形 那捷运公司在八点零三分的时候 立即启动了一个公车接驳 那那个在八点二十八点二十四分的时候 动物园站到辛亥站之间的电力 那先行恢复 故障的当时轨道上还有七辆列车 搭载两百一十一名旅客 经由工作人员手动将列车开回站 才没有受困 市府估计 全线受到延屋的乘客 约有七到八千人 其中要求开立延屋证明的民众 就有将近五千人 记者学家刘汉林一台报道